好 那我们刚刚是把大约轮廓抓而已 那我们现在要再进一步去检查 比方说这个宽度 额头脸蛋的这个宽度 我们这样去比对 它会刚好是在哪里呢 在嘴唇这个地方 嘴唇这个地方 所以大概是宽度大概是在这边 宽度 那我们看一下宽度是在这边 我们先检查一下那个宽度 刚刚好 刚刚好 就是这一段 那宽度没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把什么 头发 头发 眼睛 鼻子 嘴巴 这个位置先抓 那我们看一下 眼睛的这个地方 会几乎是 几乎是一半 几乎是 整个头头的一半 大一点 如果是在眼睛的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会是刚好一半 我们来测看看 比一半还大一点 所以这边的一半 来看的话 看一半在哪 应该在这边 差不多 一半在这边 这边 可能这边 可是我们刚刚眼睛那个地方是一半再大一点点 所以眼睛就在这边 这是眼睛的地方 眼睛上来就是什么 眉骨 就是那个 眉骨 眉毛上面那块骨头 眉毛的位置 眉毛上来 就是这个头发 法际 法际线 这个位置要先抓 拿着眼睛在这边下来 鼻子 鼻子 鼻子是在这边 嘴巴在这边 嘴巴大概在这边的范围 鼻子在这边 这样会不会抓 会 会再来 这个动态是这样 再来看一下 这边跟这边哪一块大 当然是这块小 这块大 那我们看一下 以它的亮暗带来看 它会是在中间吗 不会 它是比中间 如果脸蛋的话 脸蛋这个宽度是这样的话 它是比中间 怎样 瘦光的地方 它是比中间还小 这边比较小 这边会比较大 那我们看现在的位置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呈现这种状态 是的 所以这一条 这一条就是这一条亮暗带的鼻子是这个地方 所以鼻头应该是在这边 鼻头应该是在这边不是在这边 所以你要检查一下 好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位置都出来之后呢 这鼻子 这瘦光的 这瘦光的不要太太太太强 好 好 那这嘴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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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鼻子的部分,有没有,然后这个手指,瞧进去,这个我们等一下要注意 然后,到这边 手指的整折 手指的整折 我们画的都是,稍微约略的东西,只是很准确 然后要慢慢去调整到准确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几根手指头要给他搞清楚 就这根 这位置就给他确定了 手是在这边 你把它这样过来看 快来看 手指头在这边 手指头在这边 手的形态上大概 大概 大概出来了 脸颊那个 那个部位 再来就是 这个脸颊 这个是这个啊 这个是一个反光面 那一股 这个是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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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经是闭着的 放过来这边 可以点在这边 可以点在这边 硬拉面点要出来 这个画的时候 这个先出来啊 这个先出来 这个先出来 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地方有问题了 这边就要稍微修一下 这边稍微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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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资格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这边稍微修一下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这边选拯的 这个是这个 这边稍微修一下 那一塊 好 然後 好 這塊 這塊呢 在這邊 衍生下來 這塊上來 肯定一點 過來 過來 下一股 右面 按面 按面 遮到的 反光面 那這個地方 是這一塊 這每股應該是在這邊 所以一定要外型先有了 你才可以去抓裡面的 外型沒有你抓裡面是不對的 對 你不要從裡面抓 萬一你不小心這個放得太大了 你外面就會放得更大 那外面就整個回來 一定要外圍先定位置 然後再加裡面 就是把它 這邊都正確了 這邊都正確 你抓這個才會正確 如果這個你一開始不小心放很大 或這邊放很大 那這個是不是要更大 那整個都大了 那大了 那下面怎麼辦 就排擠到外面了 這樣知道嗎 所以輪廓要從外面 東南西北 上下左右四點先抓 嗯 那五關呢 怎麼抓 寬度 長度先抓 嗯 這樣知道嗎 知道 然後再來 小心翼翼翼的把形態 把形態做出來 那這做的過程 順便把五關做出來 這耳朵 這耳朵 耳朵後面這塊是按的 好 我們再檢查一下 應該這個在 這家 這個也是在這邊 在這邊 是在下面那塊 好 那我們檢查一下嘛 是不是在手指的下面一點點 是不是在手指的下面一點點 是不是手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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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這邊嘛 是不是在這邊嘛 這邊是對的 我們原本是抓在這邊沒有錯 剛好在這邊 所以這塊呢 應該是 應該是怎樣 應該是 到 這塊應該是凸出去 所以我們一開始抓到這邊嘛 就是這個 就剛好 好 好 鎖進來 那有一個問題 可能基座這個部分 太高了 這邊太短 這邊太短 所以這個 這個可能就沒那麼厚了 應該是到這邊了 應該是在這邊 應該是在這邊 這個要調整 可是在這邊 所以我們 我們一開始定的鎖 是約略的位置 你這邊對了 就依照它對的方向去找相對應的關係 好比說這一點怎麼找 我們垂直上來看 剛好是在這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然後垂直下來看 你看 我們原來在這邊 其實是錯的 應該在這邊 所以 這個位置是在這邊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過來的 不是在這邊 垂直下來看 就在這邊 這個是這個 然後它底座呢 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 它應該是會切到 它應該是會切到 另外這塊大概是這樣子 它還是有亮暗 我發現頭好像有點太大 可能這邊太大 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有點太大 它指上是這樣 耳朵 是嗎 它應該是 想像是 那些 是 有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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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 一點點的 小差異就會讓你視覺上 有很大的 觀點的不同 稍微拉長一點 這塊有點太小 稍微拉長 我們剛一開始定的位置 有點小誤差 有點不小心放大 那我們就是稍微調整 這塊多的 好 那這樣應該就是我們要的部分 我們要的部分 好 然後這手再回過頭來整理 也許有點太小了 好 這手的這個部分 應該再下來 然後才是那個 這個部分有點小無差 我們再調整 有錯 我們就要調整 這手應該 呈現書比較長 是慢慢調整 所以一開始大概輪廓 它不是真正我們的輪廓 但是 沒有那樣的話 沒有那樣的話 後面就畫不出來 你檢查這個地方 是不是鼻頭下來 有沒有 鼻頭 鼻頭下來 凹進去 那應該再進來一點 這個凹出 原來的位置是對的 你位置一定要對 再來上0按 然後這個手指 不夠長 不夠長 我也不知道這 這個湯皮是誰的 跟我的 不夠長 先 先類似這樣膠帶一下 先類似這樣膠帶一下 這一點小誤差 小誤差的話 看起來就會很便 這塊 這塊應該是這樣子 這塊應該是這樣子 差一點點會差很多 這要注意 一小塊 一小塊而已 一小塊 這一小塊 這塊 太大了 這塊 這塊 太大了 誰的呼籲聲怎麼那麼大 沒有,這是洪玉成 他在笑耶 好,這一塊呢 沒有辦法處理好 那個轉折,這轉折要抓準一點 糟糕,那個手可能要下來 因為我這整個往下拉 那只要比例是對沒關係 只要比例是對的話 這邊應該很長,所以這部應該 應該還要再下來,這個還要再下來 那只要是比例是對的,就沒關係 這邊的距離要有 好像沒有 沒辦法 我有很多 是有池 是有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都出去了啊 刚没有预想到 把这个放大了啊 他在前面哦 稍微放大一点 手指头 所以 所以那个 手指这样子 这样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